车患扬手一声低吼之后张开四爪往前横跨十余杖 并再次一张巨口哭的一声便将漆黑长矛咬在了口中 啪的一声漆黑长矛便被硬生生的咬成了两截 随即化为了滚滚魔器被车患虚影几口吞进了腹中 不会怎么可能 批发男子见到死目终于默瞪口呆 几乎不能相信眼前所见 就在这时喷的一声巨大轻牛虚影一闪之后竟自行的溃散而灭 与此同时原本站在原地的柳鸣却面上绿色一闪 突然一道金色剑光身上一冲而出 在空中一个盘旋后 木然见尖处一传白光爆发而出 并一个模糊后就化为一道雪亮的金红的一卷而来 速度之快犹如晴空闪电 比一般的预见数可止快了一倍 批发男子甚至连反应时间都没有 却被金色长红轰得一声击破护体魔器 直接洞穿头颅而过 可怜批发男子纵然有满身的秘书和一身的护体灵气 也只能双目远征地晃了几晃后 将手中黑色小漆一抛 尸体从高空中直接跌落而下 接着 六名面无表情地在原地再虚空一点 金色长红一个盘旋后 又化为满天的剑光飞卷而回 瞬间将尸体直接在半空中搅成了大片的血雨 师兄 黄梅弟子见此情形 当即一声惊怒的大叫 但与此同时 其身前的银色古盾却再也无法抵挡金色巨拳 砰的一声 化为了点点的银色灵光溃散开来 下一刻 树屯金色全影一闪而至 黄梅弟子当即狂吼一声 猛然一攀腰间的某个皮带 突然大片血雨从中一卷而出 并正好迎上了金色全影 扑扑几声 金色全影被血雨一浇中后 瞬间破灭而散 不过就在这时 他背后却突然破空声一响 一只拳头突然一打而出 并在拳头的四周 同时浮现出五个淡淡的黑色虎头虚影 竟是黄金化身 在古盾碎裂的同时 身躯几个扭动后 就以不可思议的角度 出现在了其身后处 并毫不客气的发出了攻击 以柳明的实力 即便是只有五六成功力的分身 催动即将大成的龙虎鸣与功 所含的威能 也远朝通街修士所能够想象的 而黄梅弟子再想躲避 根本来不及了 只能脸上一白的 拼命催动黑茫茫的护体刚起 哄的一声巨响 一阵黑色魔气四散而开 地面之上便出现了一个 左右杖许身的巨坑 矮个弟子浑身冒雪的 躺在了巨坑之间 已经奄奄一息了 黄金化身在一闪后 直接的出现在了坑边 一坛指尖 一道螺旋绳的剑气 爆射而出 直接贯穿了矮个弟子的头颅 在一个拐弯后 又将其手腕上的气韵之所 一击而碎 就这样 不过举手台族的片刻功夫 两名摩宣宗弟子 就这般的 陨落在了柳明手中 所属的气韵 自然是分于柳明一半 只是可惜的是 二者气韵并不太多 柳明一检查自己的气韵之所后 略微有些失望了 他将黄金化身一收 将二者杵镯也捡起来后 再驱之一坛 放出数团火球的 将附近的残骸 全部一扫而空 接下来的时间 他再将不远处的五色草 小心地收入一个浴盒 并放入熏迷界中 办完这一切后 柳明便继续地隐匿气息 化作一道黑光 向远处破空而去了 结果就在柳明带着灵草 离开不过一顿饭的功夫 天边一片黑云翻滚地 呼啸而至 并在先前争斗的地方 骤然一卷地停顿了下来 黑风一分 竟从中走出了一名 面容干枯的丑陋青年 收穆浑浊 南口獠牙 同样穿着摩玄宗服侍弟子 丑陋青年一弯腰 用手轻轻抚了一下地面 随后用两根手指一抓 并放在鼻子下面修了一下 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之色 这两个白痴 张座已经千叮咛慢嘱咐的 让他们安心斩杀妖兽积累器人 竟还不自量力地去招惹那些强者 真是自寻死落网 接着他在检查完周围打斗的痕迹后 冷哼一声 便再次化为一片诡异的黑风 一卷的离开了 此后的半个月内 柳明在密集之中兜兜转转 又找到了一些珍稀的材料和灵草 也顺手斩散了一些妖兽 积累了些许的西云 在此期间 他却从没有遇到过 太清门的其他几名弟子 就连其他四大太宗和八大世家之人 也没有遇到一个 看来这天门会秘境 似乎比想象中还要巨大几分 这让柳明更加安心一路寻宝下去 不过按照以往的天门会惯例 越是靠近密境中心的区域 宝物才会越多 甚至有可能发现 众多来自中天大陆之外的各种秘密传承 而其中一些重要传承 蕴含在七云之里 更是惊人至极 也几乎是历界天门会强者争夺的目标 柳明虽然没有刻意的 往密境中心处马不停蹄的赶去 但也一日复一日的 离中心区域越来越近起来 这一天 他利用图腾秘术遮掩住了气息 独自进入了另一处两边陡峭的峡谷 并在其中穿梭而行 结果踏入峡谷仅仅半日 便轻松摘取了三株罕见的天阴草 和另外几株不知名的灵草 虽说这些材料价值也仅有几十万灵石 但是累积起来却是树木不容小觑 这也是他一直没有出峡谷的原因 毕竟不管何种秘境 一般此类地方才是元气最浓郁之处 也是各种天才地宝灵物最荣誉诞生之所 当然凡是有灵物出没之地 周围也大多会有守护的妖兽 而且通常来说越是罕见的灵物 守护妖兽的实力就越强大 此刻柳鸣身前便盘旋着一只 化精奇的飞禽妖兽 古蜂鸟 四鸟通体呈现灰褐色 身形庞大 足足有数丈之举 一对爪钩异常锋利 牵毛发尖影 防御能力极高 一般灵气根本无法伤及其分毫 而且此鸟本身实力并不弱 且显有单独出没之时 通常情况往往是三两成群 但是对于柳鸣来说 用元灵飞剑斩杀此鸟 却是轻而易举 地面上已经躺着两头古蜂鸟的尸体 呲的一声 一声轻微的剑气破空声传来 虚空剑带着一连串的残影 干净利索的 斩下了最后一头古蜂鸟的头颅 巨大妖琴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柳鸣手边的气韵之所 又吸纳了一些灰色气体 他单手一招地收起飞剑 随后纵身落到了一侧的峭壁之上 小心地从陡轿的山壁之上 挖出了一株杖许之高的 有些像竹笋般 塞发着一圈圈紫赛光云的灵草 紫地笋 应该是一千三百年火候了 柳鸣颇为满意的点了一下头 便将其收入到了须弥界 然而就在此时 远处一座山峰的附近 一阵呱呱的鸟鸣之声传来 山峰之上 顿时飞起了四个灰蒙蒙的巨鸟身影 并往某个方向 以飞而去 又有四套孤蜂鸟 莫非还有其他人 在此采摘灵草 柳鸣见此大感意外 双目已眯 喃喃自语了一句 他在外一尘眼后 便一掐见绝 画围盗淡淡的金光 悄无声息地 跟着四头巨鸟后面 飞了快去 果然不出其所料 大约四五里之外 三名身穿灰色长袍的男子 正小心地靠近一面 峭壁上的一朵艳丽的菱花 不好 是古蜂鸟 竟然有四只 其中一名 看似年纪最大的白面男子 牛手撇到了 飞进的四头巨鸟 脸色一变地 大声提醒道 师兄 现在怎么办呢 茉莉花还未有到手 古蜂鸟 倒是先来了 是战 是臂呀 另一面相貌平平 满脸麻子的青年文言 脸盲低声问道 最后一名身材微胖的青年 也满脸慎重地 看向了白面男子 看着三人身上的服饰 应该是中天大陆的 某个不知名的小门的弟子 一个化精中期 两个初期 实力在秘境当中 也属于垫底存在 如果面对四只化精期的古蜂鸟 还真未必是对手的样子 不过这莫罗花 却是一位外界不可多得的珍惜药材 柳鸣在遥遥跟着四头巨鸟 见到这三名灰炮男子后 目光也是微微一闪 柳鸣突然单手一掐剑绝 虚空剑带着耀眼的金光 从其体内飞射而出 同时一股强大的剑气冲踢而起 虚空之中泛起了一阵巨大的灵力波动 四只古蜂鸟原本正要攻击那三人 感觉到身后的剑气冲天 纷纷发出一声轻悦昌鸣 身性一致 在空中骤然一个飞旋的转过身来 双弑死死的盯着柳鸣 去 柳鸣手中剑绝一变 朝金色剑光中虚空一点 剑光突然间一分为二 在一闪后便分为四到四五丈长的金色剑红 分别朝着四只灰褐色巨鸟 击视而去 四只古蜂鸟似乎感受到了危机感 根本无法对抗 只双翅一阵扑腾下 身体上冒出了滚滚的灰色妖气 遮蔽了身前的小半天空后 便趁机往四处一轰而逃 柳鸣此前已经击杀过几头古蜂鸟 对其躲闪的动作早已了然欲凶了 手中法掘一变 四到剑红也跟着分散开来 拉出一道道眼花缭乱的金色剑影 紧接着扑呲几声几乎同时传来 四到金色剑红风驰电掣一般的 从四只古蜂鸟的身体中动穿而过 四只巨鸟毫无还手之力的 发出一声哀鸣之后便纷纷坠落在了地上 下一刻四到剑红一闪之下 在半空中合二为一 重新化为一柄金色飞剑 并搜的一声飞回了柳鸣的手中 从柳鸣显露身形放出虚空飞剑 倒将四只古蜂鸟轻而易举的站在地上 仅仅是电光火石间的功夫 这让不远处下面的三名还没有商议好对策的灰炮人 不禁看得张口皆说 柳鸣从空中一落而下 落在了四只巨鸟的尸体一边 而一缕缕灰色雾气正从这些尸体上散发而出 卷入其手中的精灵寓所中 是太清闻弟子 看到柳鸣身上的青色长袍后 三人哪里还会不知道柳鸣的身份 脸上都露出了畏惧和静衣交加的神色 毕竟能被四大太宗选出来 参加八百年一次的天门大会的弟子 可都是真正的强者 根本不是他们这等中小宗门选出的弟子可比的 其中的威胖青年更是下意识地脚步轻移 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不要轻举妄动 虽然实力极强 绝不是我们几个能够对付的 更不要想着逃跑 那样只会是找死而已 为首的华鸣中其男子 回头瞪了一眼身后之人 连忙的传言说道 这男子显然颇有威望 其他两人文言立刻乖乖地站在了原地 不敢再随便动弹了 华鸣中其男子见柳鸣终于转过身来 看下他们三人时 忙深吸了一口气 上前一步 拱手一礼 恭敬地说道 在下地藏门 王静 倩国道友 地藏门 你们三个这样的实力来参加天门会 可是危险啊 柳鸣看着三人 口中淡淡地说道 道友说的是 刚才还有多些道友出手 击杀了古风鸟 救罗等的性命 华鸣中其男子 又毕恭毕敬地恭身一礼 举手之饶罢了 柳鸣黑黑一声 目光在三人手上 气韵之锁上 一扫而过 道友 我等只是一个小宗门 只想通过天门会 为宗门积累一些气韵 并无他意 道友 若想从我等的手中 躲起些气韵 我等如数奉上就是了 灰袍青年 看到柳鸣如此的模样 脸色大变 急忙恳切地说道 柳鸣为言 嘴角微微一翘 露出了一丝笑容 不过这笑容 落在灰袍男子 三人眼中 却恍如 利剑悬头一般 让三人顿时 冷汗直冒起来 你们 走吧 柳鸣终于开口了 什么 道友你 华鸣终于男子 闻言一正 脸上露出了 错恶的神色 其他两人 也是一呆 怎么 还有在下相送吗 柳鸣脸色一沉 声音冰冷起来 不 不 多谢道友 华鸣终于男子 瞬间反应了过来 哪里还敢说二话 三人不育而同的 一拱手后 便头也不回地 化作三道灰色动光 破空而去 似乎生怕柳鸣反悔一般 转眼间 便消失在了远处的天边中 柳鸣望着三人远去的身影 脸上却是无悲无喜 只是从空中 徐徐一路而下 将峭壁上的那朵 墨罗花顺手摘取了下来 这三人的气韵之所 散发的灰光暗淡之极 显然并没有多少气韵 其道也懒得 动手抢夺了 片刻之后 柳鸣再次化为一道金光 继续向前方飞驰而去 这里的灵彩如此丰富 他自然不会就此离开 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便待在峡谷的附近 继续地四处搜寻各种灵物 第三天下午 接近傍晚时分 柳鸣正紧贴着地面 缓缓飞行 突然双眉微微一条地停住了顿光 就在刚才 养魂带中的骨蝎 突然给他传了一句音 让其心中一喜 汐儿 你刚才说 此片的乱石堆植下 有一种罕见灵况 柳鸣说着 一拍养魂带 一股黑气 一卷而出 化为了一名 挺挺郁立的黑沙少女 正是汐儿 而柳鸣用脚 围堕了一下地面 在用神念往下方一扫后 似乎并没有发现此地 有什么不同 感谢收听 摩天记